各位曲博彩虹频道们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曲博 又到了每个星期二我们的科技彩虹频道的时间 那么这个礼拜我们延续上个礼拜的主题 来跟大家谈谈人工智慧相关的内容 我们上个礼拜谈到了人工智慧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也就是从大概2000年开始 那么业界开始在发展所谓的机器学习跟深度学习 所以今天我们就以这两个部分来跟大家介绍 那么首先我们今天就先介绍所谓的机器学习 到底机器是如何来学习的 那么机器学习跟生物学习又有什么关系呢 喜欢我们频道的观众朋友 别忘了替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什么是机器学习 第三次人工智慧的热潮呢 主要就是谈这个机器学习跟深度学习 这张图呢就秀出了人工智慧机器学习跟深度学习的差异 首先呢各位要知道人工智慧是一个很广泛的名称 所以呢各位大家看一下它呢基本上判逃的范围非常的大 那么在这个人工智慧的范围里面呢 有一个学问呢叫做机器学习 所以各位发现机器学习的范围就比较小 那么在机器学习的方法里面呢有一个很特别的领域呢叫做深度学习 那各位看这个图就会发现一般讲人工智慧呢最简单的就是所谓的游戏 我们跟电脑下下围棋 这属于人工智慧的范围 但是呢我们讲机器学习目前在业界呢应用最成熟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垃圾邮件 各位知道我们的这个电子邮件都会提供垃圾邮件的判断 那么电脑怎么判断这一封信息垃圾邮件 基本上目前就是以机器学习的方式 那么这个深度学习呢在实物上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这个Google 它呢教会了电脑认得猫的特征 这个地方有特别提到 所以各位看这个图就看到它是一个猫的图 也就是呢人类在没有给机器任何特征的状况下 让机器自己学习 那学习认得这个猫它用的方法就是深度学习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了解机器学习之前 我们就要来思考 想一想大脑 我们人类的大脑是怎么学习跟思考的 那基本上呢它就是运用所谓的训练跟推论 也就是呢大脑呢是经由训练来学习 那么同时呢学好之后才可以用推论来预测为难 所以呢大脑的学习过程呢大概有这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是得到数据 首先呢大脑要经过眼耳鼻舌皮肤收集大量的数据 才能够进行分析跟处理 那么人工智慧也一样必须先收集大量的数据来进行所谓的训练 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分析数据 那么人类的大脑呢分析收集到的数据 找出可能的规则 譬如什么 譬如各位知道下雨天呢在某个温度跟湿度会出现彩虹 而且呢彩虹会出现在跟太阳相反的方向 所以各位都知道说这个某个温度湿度跟太阳相反的方向 这个就是一种规则 那这是经由分析数据之后得到的规则 那么怎么建立模型呢 人类的大脑呢找出可能的规则之后就可以利用这个规则来建立模型 所谓的模型就是温度啦湿度啦太阳的方向啦等等 这个就是一个可能会产生彩虹的规则 我们把它称为模型 那么最后呢我们利用这个模型就可以预测未来 算句话说下一次只要我收集到数据把它输入刚刚的模型 只要满足这个温度满足这个湿度 而且跟太阳方向相反的 我们就可以预测可能会看到彩虹 这个就是所谓的推论 Inference 它的意思 那刚刚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人类大脑 学习的过程有四个步骤 那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电脑呢也是利用这样的四个步骤 来进行所谓的机器学习的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讲一下机器学习呢 还有哪一些相关的名称 好那么机器学习呢各位刚刚经过解释就知道 它是思考人类学习的过程 你就会发现人类的学习呢其实是先进行所谓的分类 因为你分类之后呢才能够理解并且进行判断 最后呢才能够采取行动 那么分类的过程呢其实它是一种是非体 这个东西是或不是 这就是所谓的分类 那么机器学习呢是指电脑执行人工智慧的程式来自动学习 一边处理大量的资料 一边呢也会自动分类 那么就好像人类在学习一样 那么讲到这个机器学习呢 很多人会以为它是很新的东西 其实呢机器学习有很多不同的形式跟名称 基本上呢各位只要看到有学术研究 在讨论所谓的资料科学啦 资料探康啦 统计模式啦 预测分析 还有所谓的知识发现啦 图形识别啦 自我调试系统 自我组织系统等等 这些学术上的名称呢其实目前呢 很多都是跟机器学习相关 换句话说很多原来在做这些模型的人 目前呢其实都在做机器学习 那么机器学习有哪些种类呢 机器学习主要有五个不同的类别 那当然还有更多 我们这边列出来的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第一种是所谓的监督式学习 所谓的监督式学习就是呢 我们提供给电脑的所有资料都有标准答案 可以提供机器学习来判断 提供电脑来判断 所以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譬如说呢我们要教电脑认得猫 各位知道猫的耳朵可能是尖尖的 这个时候呢我们给 电脑100张照片 猫的照片 而且呢我们告诉电脑 这100张照片就是猫 这个时候呢 电脑就自动会去抓出 这照片里的猫的特征 这个就是监督式学习 那么什么是非监督式学习呢 所有的资料都没有标准答案 那没有办法提供机器来做判断 没有提供所办呢 我们来想象这个状况 我今天要让电脑学习 但是呢我给了他很多照片 这个照片呢里面有猫有狗 但是我并没有告诉电脑 猫跟狗的特征 我要电脑自己去把猫跟狗的特征找出来 这个就是所谓非监督式学习 各位可能心里在想说 如果我没有告诉电脑特征 那电脑要怎么找呢 其实并不困难 我们可以想象一种状况 我给电脑50张猫的照片 还有50张狗的照片 那因为猫的耳朵尖尖的 狗的耳朵可能是圆圆的 电脑虽然不知道猫的特征 不知道狗的特征 但是当他在处理这100张照片的图形的时候 他自然会发现 有些动物耳朵是尖的 有些动物耳朵是圆的 这个时候他自然就把这100张照片分类出来 OK这个就是一种学习 不过呢我们要了解 当我没有告诉电脑特征的时候 电脑要去找出特征 难度就比较高 换句话说呢 可能我们需要更复杂的程式 才能够让电脑能够把 没有特征的资料做好分类 因此呢 科学界又发明了所谓半监督式学习 所谓的半监督式就是 部分资料有标准答案 可以让机器来学习 什么意思呢 我们给猫跟狗 100张照片输入电脑 那么呢 电脑这100张照片里面 有10张 猫的照片 是有标准答案的 换句话说呢 我已经告诉电脑 这100张照片有10张是猫 那么这10张照片呢 就可以提供电脑 找出猫的特征 猫的特征被电脑找出来之后 电脑就可以利用这个特征 去处理剩下90张照片 OK 这个就是所谓半监督式学习 那半监督式学习 这个是目前业界最常使用的一种方法 那么原因很简单 因为监督式学习的困难在于 人类必须去做分类 换句话说呢 各位想象一下如果有10000张 猫跟狗的照片 那么人就必须用人工的方式 告诉电脑哪些照片是猫 哪些照片是狗 这个对 这个人工智慧的 公司来说是一个负担 那么非监督式学习很方便 他不需要太多的人工去做分类 但是呢 电脑要自动分类 难度比较高 所以呢 城市也比较复杂 因此呢 这三种方法最适合的就是半监督式学习 利用少量的人工去做分类 那么分类完之后呢 再让电脑利用分类好的这些资料特征 去 处理剩下的其他资料 那这个是效率最高的一种方式 那么除了这三种之外呢 业界还有所谓的强化式学习 就是让电脑一边处理照片或者资料 一边自己找出错误 并且找出最好的答案 那实际上强化式学习有点类似 非监督式学习 那么另外呢 还有所谓的这个基因演算法等等 我们这边只列出了最常见的几种 实际上呢 机器学习的方法 目前呢 在学术界 产业界 都还在 开发当中 因此呢 还会有陆陆续续新的方法 被提出来 那么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机器学习 有什么问题 他呢 虽然呢 可以提供我们某些功能 但是实物上呢 还是遇到一些困难 我们来看看到底 机器学习遇到哪些困难 那么 机器学习遇到哪些问题 首先呢 这个机器学习的模型 基本上 资料科学呢 是一种 收集资料 了解资料 分析资料 预测资料的科学 那么呢 资料里面不同的变数之间的 存在这个数学上跟 几率上的规则 我们称为模型 所以各位刚刚 我们谈到很多关于什么叫模型 刚刚说的 某个温度 某个湿度 在太阳的相反方向 等等 这都是属于 不同的资料 它呢 之间的规则 所以呢 就是一种模型 那么譬如说 我们要做围棋的比赛 各位知道这一次的这个人工智慧 一个很大的突破 就是呢 人类呢 利用这个人工智慧呢 可以打败人类的棋王 那么围棋比赛里呢 实际上是运用某种模型来分析 初破的牌 或者初破的路 那么出现的牌呢 评估每个玩家的胜率 然后呢 模型就是基于围棋的规则 或者机率啊 这些基本假设来建立的 因此呢 我们简单的说呢 机器学习 就是经由 资料分析来建立模型 并且使用这个模型来预测结果 所以有人把这种技术称为 资料探勘 或者 预测建模 那么 在实物上 机器学习 实际上就是一种 分析资料建立模型的方法 所以呢 我想 从今天起呢 各位千万不要看到人工智慧 就一直去幻想这个电影里面 会思考的机器 实际上呢 目前的人工智慧呢 还在非常 粗浅的阶段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弱人工智慧 他主要还是在 整理 资料 对资料进行分析 建立模型 譬如呢 我们可以利用使用者有收过很多的信 利用这些信的一些特征来判断 哪些信可能是垃圾信 所以呢 机器学习可以用来预测 某风电子邮件 是不是垃圾邮件 或者是呢 今天呢 我们在线上 做一笔信用卡的交易 我们就可以利用机器学习 来判断说这笔交易 是不是炸漆的交易 可能是信用卡被偷了 我想机器学习的功能其实很多 不过呢 它主要就是在 分析资料建立模型 那么在分析资料的过程中 很重要的特性就是要选择 这个特征 所谓的特征值 为了建立模型 就必须选择一个 相关的特征值 那么特征值呢 是机器学习在输入的时候 使用的一个变数 那它的数值可以是 定量呈现不了的特征 当你挑选的特征值不同的时候 精确度就会差很多 我们举个例子 在手写辨识的时候 是做这个影像的辨识 那么呢这个时候呢 就必须去调整手写 文字的这个中心跟大小 并不是把手写的文字 切割成很多画素 再输入神经统度 就可以有很好的精确度 所以呢 我想这边有一个重点 必须让电脑知道你的特征 那么这个特征如果选得好 模型的建立就会不精准 我想这个是机器学习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那这个能工智慧跟机器学习遇到哪些困难 我想有非常多的困难 那其中一个就是 之前有提过的这个专家系统 它呢让电脑可以处理 知识 可是呢 实际上呢 知识无穷不尽 怎么写也写不完 所以呢在实陆上呢 人就不实用 而且他不会自动学习 那么我们前面也提过所谓的框架问题 也就是呢 我们对于不同的任务 没有办法事先决定用什么知识 所以呢现在的电脑呢 如果呢 是陪你下象棋的城市 他就只能跟你下象棋 呃陪你玩围棋的城市 指的陪你玩围棋 人类呢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办法做出一种 人工智慧 是呢可以 玩 各种不同的游戏 我想这个就是框架问题 换句话说人工智慧被限制在一个框框里面 第三个可能的问题就是所谓符号接地的问题 什么是符号接地呢 就是人工智慧呢 电脑没有办法 把符号 所谓的符号就是文字 跟这个 他所代表的意义 互相关联起来 简单的说他没有办法思考 所以呢又衍生出了所谓心悟问题 就是 各位知道这个人类呢 最大的特色是可以思考 所以哲学家才说我是故我在 但是电脑到底有没有这个 所谓的思想跟精神 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的 那么机器学习呢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 必须由人类来决定这个特征 电脑才能依照这个特征值来训练 那么这个是目前这个机器学习的限制 我们有没有办法 让电脑自行 分析来找出特征值呢 这个问题呢 就是 接下来我们深度学习 想跟大家探讨的问题 好那今天呢我们关于 机器学习的概念就先讲到这边 那么呢下个礼拜呢 我们会跟大家来介绍 什么是深度学习 欢迎各位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继续收看我们 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拜拜